今天G点和大家一起看看 盲目的宜英小黄人是怎样对英国的骚乱 我不知道我看不到 英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骚乱 令新任首相司纪然焦头烂压 至今都未见到平息的迹象 港府又鉴于此 就提醒在英国或计划前往英国的港人要注意人生安全 港府不过是善意的提醒 就触动了一群视英国为契妈的暖籍皇友的敏感神经 纷纷批评港府反应过敏、夸大歧视 通骂此举抹黑他们的大英祖国 只在靠谥移英港人 有部份自称移英港人表示不怕 扫乱的规模其实不是很大 只是被传媒吹大了 更有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小区风平浪静 反指留在香港反而会更加危险 随时可能因为国安法而被捕 起码在英国有自由的空气云云 事实胜于红便 据报澳洲、马来西亚、印尼和尼日利亚 因应英国目前的状况 都已经发出了旅游警示 赋予身处当地的国民注意安全避开示威地区 皇友就说港府过度圈掩英国的骚乱 那其他国家难道是与英国有仇? 专专联合一起抹黑英国吗? 到底是怡英皇友生存在平行时空 还是他们像鱼鸟那样对骚乱事宜不见? 不愿意承认他们有着民主自由空气的大英祖国的警察 都会对示威者使用武力镇压? 英国的骚乱至今蔓延至超过20个城市 被捕者超过400人 假如皇友死鸡撑饭盖 说对骚乱无感是真的 小编大概只想到一个可能性 就是皇友移英时 实在狼中收劫 去不到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大城市 所移居的乡村小镇偏僻到渺无人烟 自然感受不到骚乱 英国爆乱在事实 大方承认就算了 可怜移英皇友不愿意面对现实 不愿意承认自己理想中那个充满民主和自由的乌托邦 原来都会有人民对政府不满 都会上演街头暴力 更重要的是 原来英国警察面对暴力 都会严正执法 英国的内政大臣 甚至明言 不排除出动军队执法 对暖籍已经小黄人来说 原来这些才是真正的国际标准 无论如何 虽然这些人从来都不当自己是中国香港人 但小编仍然祝愿他们平安度过今次的骚乱 但愿他们在呼吸过民主和自由的空气之后 可以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 到时不要哭着地向中国大使馆求助 好了 对